国民党今天也在中常会上对选举结果进行检讨 马英九主席提到这一次在南部不但输还输了不少 国民党必须要对选票流失感到警惕 至于对民进党认为是影响选情关键因素的连胜文枪击案 国民党今天只把它界定在暴力治安事件 还呼吁民进党不要进行政治操作 我们知道这次的选举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得来不易的成果应该非常的珍惜 热烈的为他们补掌给他们打气 五都选后的首次国民党中常会 邀请了北北中三都市长当选人参加 现场掌声四起营照慎选气氛 而面对选票流失的警讯 国民党关起门来检讨不愿对外公开讨论 而对于未来马金体制的路线 经常对党内提出建言的中常委态度低调 就连自笔乌鸦的台中市长胡志强 谈到险胜对手的过程 话也说的保留 选情的检讨我尊重党部的意见 党部非常认真也非常配合 让我讲一句实话 我觉得所谓的派系农会 以及立法委员的辅选都非常认真 回中国民党定调 五都选举与2008年中统大选相较 选票是流失的 因此必须有高度危机意识 不能因为有三都获胜而掉以信心 这些话马总统上午在总统府接见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时 首度公开表达对于选票流失的忧心 南两都呢 我们输了而且输的不少 这个我们也非常的警惕 选票上的流失 不管怎么样呢 这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 而且要好好检讨的 而检讨报告中 国民党不提连胜文枪击案对选情的影响 强调的是支持要让枪击案真相水落石出 同时强势回击 民进党不要为了转移败选焦点 刻意操作枪击案事件 谢谢林宣胡家宝台北报道